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日 星期二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和周庸 跟大家讲讲时事业话 今天两个人做 应该戴口罩稳固一点 自己做我自己不用戴 但跟人做大家互相保护大家 就这样做 明白 今天主要讲一件事 想讲一讲政府对全民强检有新安排 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安排是怎样 大家都知道疫情到第五波爆发以来 由每天的确诊人数过万 去到昨天最高已经3万4千多 市民真是每一天都在惶恐中度过 真的 但怎样可以减少疫情的影响 全民强检真是刻不容缓 今天会有新的安排 跟大家讲一讲 数字 日子都要告诉大家 有消息说政府计划 全民强检会在3月17日 即是16日后进行 由原本的说法 特首出来的时候说 香港市民七百多万需要每人做三次强检 一个星期做一次 三个星期 即是21日 现在的说法不同了 应该将它压缩到三日一检 即是七百多万人 三日就一次检测了 即是九日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看回香港 香港的林郑出来说 都说我们一天可以做一百万 最多 最多一百万 不过可能会多些 可能五天就做到 还未定的 老实说 如果真的要七日一检 即是21日才做完 真是太长了 人都掉了 到现在又是一样东西 国家出来说 国家出来说 不行 这样太长了 一定要缩住它 在武汉 都是三天做完它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即是现在 什么东西 香港真的要看国家说什么 你只看香港的决定 就真是麻烦 大家完全明白的 现在完全明白 到现在大家都明白 有时候有些惹怒 大家勞气 在所不免 但到现在 大家都应该 任由它 忍一忍 齐心协力 齐心协力 过了这一关 有消息也说 《全民强檢》 跟特首之前说 会跟身份证 的做法又不同 一早就说了 身份证号码 你住在18区 同一个年纪 你根本都不合逻辑 老实说 你说逻辑是对的 但 踏踏踏踏 分别就是踏踏踏踏的分别 记住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现在 到了香港 现在那些强檢成等大厦 大家都知道 每次强檢完之后 政府都会公布 里面有十几户 二十几户 三十几户 就是完全 拍门 无人认 总之 当好像无人 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在公屋 或者其他地方 有多少户 是空了出来的 即是换句话说 有些人 死人都不出来 不肯下去强檢 好了 如果现在你去做这件事 一定不可以被有人 不去强檢 我有个建议就是说 现在你今天开始 如果你强檢的大厦 有人 拍的门都不开的 警方应该做一件事 就去 捏膠纸 在门口捏了膠纸 不准进入 黏住他 总之封了他 等你 等你还敢不敢 关门 好了 你是告诉我 你以后都不出来 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出来 就立刻去强檢 然后跟着 就罚他们 这个一定是要做的 你一定有个 紧急法例都要做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 到时 那些人也是 我又不去强檢 我又不去做 到时你怎样追 你清不了零 是 不如刚才说你那样东西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 特首之前 就说会按照身份证号码 现在说法 就会根据每一个家庭 出去强檢 这样才可以将风险 就是你一家人 你出去一次 大家缩短时间 不要拖拖拖 大家都明白 至于禁足方面 也会有些豁免机制 因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核心业务 一定是包括股市一定不停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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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停 我想 可能会停 其间也会继续疫苗接种计划 在操作方面 究竟还在谈 譬如商场开不开 还是暂停停业 这些都是在商讨 至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兆史就这样说 他说未完全排除禁足令 卫生防护中心也相信 当局会建议 甚至要求市民留在家里 但如果是要出街买食 或者去求医 或者有些人 是要维持社会运作的人士 例如警察、医护 我今天听心机也有说到一些媒体 媒体都可能有豁免 是的 都可能有豁免 但无论如何 我想最重要大家一定要明白到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政府一定要录一些命令出来 说得很清楚 什么行业一定要继续经营 超市卖食物的地方 一定 你说如果所有的食股都删了 连外卖都没有 那些人又怎样吃东西 政府要早些决定 现在就在商讨 因为今天你看媒体也有说 商讨着 究竟你说 让你出去买食物回家自己煮 也有些人说 有些无犯夫妻 永远都不煮东西 只买外卖 当然 如果你食股都要买外卖 你开的 即食面 吃狗就即食面 那不会死的 那你六个面 整个菜都可以 那问题就是一样 你一定要决定 究竟街市开不开 市多开不开 超市一定开 但是你超市 即使你开 老实说香港的超市有多少间 加上了 够不够 就是给所有的东西的人 就是这些问题 都是要 政府要想清楚 记住一样东西 17号 是有时间才到 所以在今天来说 大家不需要趕着去抢东西 你抢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你 你抢了回来 你未来两个星期都吃光了 Robert 很坦白地说 今天消息说了 就给了时间表 你说3月17号 如果你今天还出去抢的话 你真是抵打 是 但是昨天 你想想我们一直说 你要给时间表 给定心院给市民 不是 政府整天摘牙膏 摘牙膏 人们一听到小消息 就很害怕 一会儿又说白街 又说山一间 万宁都真的生了 有50间暂停不开了 有时候你想想 大家害怕 昨天出去抢 没什么都抢 始终谣言满天飞 所以政府内部 你们一定要沟通得好 其实在这个疫情里面 政府应该是已经 学精了很多 有很多东西要统一口径去出 不要这个局长 那个局长又说不是 特首又说没有可能 六天之后又 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 这件事真的不行 但怎样都好 大家齐心合力 一定一起去抗疫 我们这一场仗 香港一定可以打得赢 是老实说大家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周围说些有解到数字给大家听 新加坡五日前七日前二万五千宗 五百万人二万五千宗最高的 我们今天七百多万人三万四千宗 老实说多过新加坡 比例上你应该看到 他二万五我们三万四千宗 是否到顶呢 不是到顶都应该差不多 记住一件事二万五之后 跟着新加坡已经跌下来 即是这七天跌下来 刚刚昨天剩下了一万三至一万四千宗 换句话说如果跟着下来 香港三万四千宗 或者再高一点点 跟着跌下来 大家都没那么害怕 老实说如果大家就害怕 就说是否越来越多 但是记住一件事 你现在是应快速测试自己家里报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应该谷得很厉害 老实说你有谁不查 不是等政府给快速测试 你自己都会查 一查到你便自己报 一报你便马上运着自己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这段时间我们谷得很快 是有理由的 但是快极也好 多极也好 都是有限度的 就是你不可能超越了 就是你人口的比例那样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 你问我我都会觉得 就算我们现在未到最高 都不会多很多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未来这十几天 如果我们跌下来 大家又可能真的没那么害怕 就是我们可能是过到这一关 就是早一点都被据出来 因为大家知道 不是说几十万人 其实就是十万八万的 这样我们便可能是过到关 真是承理贵言 Robert 希望我们已经差不多接近顶了 希望是 希望是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